我想說過,如果是這麼抱負,恐怕就會成為臺灣民主的亂臨 萬萬最不公佈到市民,是民主的運作過程 甚至有必要大家正當之間,用這個收紛來對待 我不是說,一個爸要發生這麼多事 我現在來在高雄,來在議長的寧城 剛才議長的太太覺得非常悲傷 他跟我說,很不夠的王爭明,他找這個手段來表達到他內心的怨感就得到憤怒了 我還說,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也叫他很愛 在這樣的情形,也如同今天還在回合到政黨的惡黨 我相信對於臺灣的民主人,有一點幫忙就沒有 所以,在這個貴賓中 無論你找到一個議員代表不可以 也就是找一個收紛也不可以 應該會說,信使有貪宗揚返 我覺得今天接政者做了 讓民主人的感覺比較不接受 就是說,一個貪欧的總統 他主張要來下勁 然後一個清涼的市長 民進的團隊,他們要來打罵 當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麼,臺灣的法律就是這樣定 那麼,是不是要在韓國瑜這個事件上頭 每一個政黨要重新去這個宿客 要怎麼讓這個國家更好 獨國如果要發動,國民黨也可以發動 像對民進黨也可以繼續發動 那麼,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變成應無能力了 現在,現在大家不是故意 有可能用到最後就變成 每三個月,每兩個月都在選舉 都在投票 這樣這個國家我看是已經掙托了黑幽默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國民黨如果採取報復性的提案 法案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做法 但是,不管你 我知道他這個政黨是不是可以實行理智 如果他如果是吃好材料味 食材料味,還要繼續運作 那麼對臺灣的監督 還是扣扣的 是不理的